最近網上流傳照片說 銅鑼灣某行人巴馬線有驚嚇奇景 有行人過路紅綠燈頭射出紅光到等過馬路的人身上 被照到的圖人變成紅人 眨眼看真是令人嚇一跳 有網民就擔心說司機晚上經過會不會嚇到 還說誰選這隻紅?神台那樣款? 別嚇到司機呀! 更有人笑說,飲滿湯過馬路 原來這是運輸處在去年7月推出的 行人過路輔助裝置試驗 這個計劃特別針對低頭望手機的行人 當行人過路紅綠燈的紅色人像燈號著時 連接燈柱的照明文件會把紅光投射在行人路等候位置上 透過地面或手機反射紅光提醒行人 紅色人像燈號正在著著 不可以衝紅燈過馬路